不一定有趣,但这里足够精彩。 今年夏季,胡仁一直在尝试交易威斯布鲁克,但是没有球队愿意接手。 如果胡仁继续以詹姆斯、农梅为少为核心开启新赛季,无疑又将迎来一个失败的赛季。 目前,詹姆斯仍没有和胡仁续约。 此前,有消息称,胡仁计划让农梅尝试进入交易市场,但是遭遇胡仁球迷的反对外界认为, 如果微少难以被交易,胡仁更决定重组球队的话,詹姆斯是最应该被送走的人。 毕竟,詹姆斯目前的实力,依旧能排进联盟的前5名。 他在上赛季打出一个精彩的赛季,场均砍下30.3分,8.2篮板和6.2助攻,投篮命中率为52.4%。 这些全明星级别的数据,但是,詹姆斯已经38岁了,他最多还有两年的时间能保持现有状态。 如果牺牲球队拥有的所有未来选秀资金却豪赌两年的窗口期,对于胡仁而言有些牵强附会。 现阶段的詹姆斯依旧拥有较高的交易价值,他能换来一名更为年轻的球星来搭档农眉。 让胡仁在未来数年保持竞争力,美眉菲德威沃尔等列举了三个詹姆斯的最佳交易方案,分别是与篮网、勇士、凯尔特人交易,与布鲁克林篮网一换一交易。 交易方案凯文·杜兰特换勒布朗·詹姆斯,一旦詹姆斯加盟篮网,西蒙斯就能向这位现一季后赛经验最丰富的巨星取经。 西蒙斯刚进入联盟时,外界曾认为他是詹姆斯的接班人,而且老詹也喜欢和这位澳大利亚球星一起打球。 有了勒布朗和西蒙斯,篮网就有了两名球队组织者可以依靠。 如果凯里·欧文留队,他和詹姆斯将是一队完美的组合,而本西蒙斯则可以出现在四号位,扮演球队防守大闸,以及完成互况的任务。 塞斯库里、乔哈、米尔斯等人能为篮网的新三巨头提供广阔的进攻空间,篮网能有两年的争冠窗口期。 对于胡人来说,杜兰特身背四年的合同,也就意味着胡人未来四年仍在争冠队伍里,而杜兰特与威少,浓眉的组合能产生更棒的化学反应。 首先杜兰特擅长外线终结,与威少不产生球权冲突,能给威少的攻框以及浓眉的敌位单打提供空间。 其次,威少和杜兰特一起打球多年,他们知道如何配合,威少也会更加自信和从容。 即便威少仍难以找回昔日状态,等他的合同到期后,胡人仍有空间去签下一名巨星来搭档杜兰特和农眉。 与金州勇士五换一交易,交易方案,勇士送出威金斯,乔丹,普尔,库明家,2026年首轮选秀权,2028年首轮签。 胡人送出詹姆斯,对于勇士队而言,这笔交易能让他们在下赛季实现未免。 勇士曾招募来杜兰特,后来加盟后为勇士带来两个总冠军。 如今,詹姆斯的到来至少也会为勇士带来一个总冠军。 詹姆斯在勇士扮演一名全能型的边风,詹姆斯将在攻防两端让勇士获得更多的投篮机会。 水花兄弟强悍的外线投射也让詹姆斯打得更加轻松。 为詹姆斯的攻框提供空间,他和库里无疑是联盟中得分最炸裂,进攻最有威胁的二人组。 而勇士队还有潜力新人怀斯曼和穆迪。 勇士依旧年轻化和足够的竞争力。 此外,勇士不在同时为续约维金斯和普尔绞尽脑汁,后续他们只需要与詹姆斯谈好下一份合同就行。 而老詹为了和库里一起拿更多的总冠军,可能会选择降薪,以便勇士继续补强。 对于胡人而言,勇士给的筹码极具诱惑,且难以拒绝。 维金斯刚刚打出顶级3D的水准,能弥补老詹离开带来的阵容却是,图尔同样展现出库里接班人的投射水准。 穿空,投射都具备成为明星后卫的前置,而库明家同样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年轻人。 这样一来,胡人一下子就明确未来五年的阵容。 以浓眉,图尔为内线双合,服役为金斯,胡人依旧是西部不可忽视的球队。 与波士顿凯尔特人对四换一交易,交易方案,凯尔特人送出,杰伦,布朗,斯马特,2024年首轮选秀权,2026年首轮签,胡人送出,勒布朗,詹姆斯,不可否认,绿军在塔图姆和布朗的带领下,取得巨大的进步,加上斯马特和霍福德的出色防守。 凯尔特人在上赛季的季后赛首轮横扫布鲁克林拦网,和金州勇士敖战六场比赛。 但是绿军最终输在球队当家球星执行关键进攻不行,以及球队缺少一个真正的组织后卫导致失误过多上。 而这比较易能给绿军带来一个能组织能进攻的持球大合,詹姆斯和塔图姆联手。 在福尼布罗格登,霍福德,加利纳利,格维,罗威,绿军必然能在新赛季上升一个新的高度。 对于胡仁来说,这是一笔绝佳的交易。 布朗是一名年轻的全明星球员,他攻防一体,且合同极具性价比,与农梅哥的组合能保证胡仁在未来数年都是季后赛球队。 而斯马特刚刚结束一个赛季,被评为年度最佳防守球员。 交易达成后,胡仁立马能成为攻防一体的球队。 詹姆斯挑战生涯第五次NBA总冠军。 这三笔交易中的任何一笔都让胡仁从上赛季的灾难中摆脱。 但是,和篮网队的交易无疑是最接近现实的,也是最好的。 因为杜兰特是当今比赛中最具影响力的球员,勇士和凯尔克人很南下决定去打破现有阵容。 对于詹姆斯来说,无论哪种交易达成,他都有机会赢得他的第五个总冠军。 在篮网他有欧文和本西蒙斯,还有塞斯库里,乔哈这些神枪手。 在波士顿,詹姆斯与塔图姆组成现役最好的二人组。 同时他们身边还有布罗格登,霍福德和洛威在内的重要角色球员。 在金州勇士队,勒布朗在科尔的带领下,也创造一支油库里,詹姆斯,克莱汤普森,格林为核心的四巨头超级球队。 如果,詹姆斯拿到职业生涯的第五个甚至第六个总冠军,他的历史地位将更接近甚至超越迈克尔乔丹。 对此,你怎么看? 根据NBA知名记者马克·斯坦最新报道证实, 篮网队以提前支付凯文·杜兰特202-23赛季四分之一的薪水超过1000万美元,新赛季开始前将支付50%薪水。 而杜兰特不排除效仿本,西蒙斯逼供76人队那样的方式。 下赛季交易完成前拒绝为篮网队打比赛。 至少在下个赛季,杜兰特完全占据着主动权,他不能保证会去篮网队训练营报道。 杜兰特很有可能像本西蒙斯那样,在交易完成前不再为球队打比赛。 马克·斯坦透露,杜兰特没有改变立场,篮网队在交易谈判中也拒绝让步, 坚持要求得到一名全明星球员,一名轮换球员和多个首轮选秀权。 杜兰特有底气和篮网队周旋一个赛季,他暂时没有签约压力。 2021年夏天从篮网队拿到了4年1.94亿美元的续约合同, 这也可能是他职业生涯最后一份大合同。 杜兰特这份合同2026年到期,那时候他年满38岁, 以他的健康状况很难再签大合同。 杜兰特有时间,他又耐心等待篮网队管理层完成交易, 在这之前他可以选择不打比赛。 马克·斯坦继续说道, 等,西蒙斯上个赛季提供了一种模式, 这给了杜兰特启发,尝试用这种方式和篮网队博弈。 消息证实,杜兰特提出申请交易后24小时, 老板蔡崇信就支付了他超过1000万美元的薪水。 按照劳资协议规定, 10月1日之前, 篮网队还要支付杜兰特大约1000万美元的薪水。 换句话说,新赛季开始前, 篮网队就必须支付杜兰特50%的薪水, 他下个赛季总薪水为4412万美元。 这篮网队无论是否交易杜兰特, 都需要提前支付2200万美元薪水。 篮网队面临上赛季76人队相视的情况, 如果杜兰特拒绝去训练营报道, 不愿意出场打比赛, 篮网队可以对他进行罚款扣押工资, 这种情况双方都不愿意发生, 76人队上赛季扣押西蒙斯的工资, 至今还没有支付。 西蒙斯正在通过法律手段索要薪水。 马克·斯坦说道, 篮网队希望杜兰特撤回交易申请, 他与老板蔡崇信第二次会面后坚持要离开, 提出刘队的要求让蔡崇信无法接受, 双方都没有退路。 蔡崇信对杜兰特不报希望, 交易谈判也没有降低要价的计划, 目前杜兰特的交易处于僵局状态。 新赛季开始前, 杜兰特的交易看不到完成的希望, 杜兰特对篮网队管理层的进度很不满意, 他很可能采取西蒙斯那样的方式逼供球队。 马克·斯坦最后说道,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, 蔡崇信将停止支付杜兰特的薪水。 好了, 今天的精彩内容就先到这里,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、订阅, 我是砍球爷, 咱们下期再见。